禁书《宣地记》记载,司马懿29岁被曹操强召入室,40岁战队曹丕开始接触军权,直到70岁诛杀曹爽才拥有了绝对权力。 从郡县小利到权倾朝野,他经历了太多,曹操的猜忌,诸葛亮的打击,曹爽的迫害,这些对手哪一个不想置他于死地? 可司马懿却说,我这一路走来,没有敌人,全是朋友和老师。 正所谓,京士长治,历士成人,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其实是来动你的。 一小人,是来提醒你的,司马懿被人称为种虎,即隐藏在十种中的猛虎。 一个藏字,让司马懿从一介如生退院成第一全臣。 史书记载,司马懿也曾年少轻狂,这个藏字,是一个小人教会他的。 司马懿十四岁时,曾和周生一起跟着洛阳明示胡召学习。 周生年长几岁,在胡召的调教下,早已名满洛阳。 可司马懿却后来居上,不管是拷问时政军务,还是演练排兵布阵,他总能稳稳压周生一头。 当时的司马懿正值年少轻狂,总喜欢在别人面前彰显学识,高谈过论。 洛阳太守曾对周生说,司马懿聪明伶俐,做事果断,英姿不凡。 不是你所能比得上的看到大家谈论的洛阳才子由自己变成了司马懿。 周生愈发愤恨,竟买通死事,图谋加害司马懿。 幸得胡召百般劝阻,司马懿才逃过意见。 经此一世,司马懿明白了木秀于岭,封闭催枝的道理。 于是,十多岁的司马懿就学会了收敛锋芒,以谦卑低调之姿,开启了他隐忍的一生。 曹操的多次征兆,他辞而不救,远离全力的漩涡。 即便被墙召入曹操府中,也是一副中庸的姿态。 从不险山露水,套着装病失弱的姿态,躲过了曹操的财忌。 慢慢得到重力,一步步从文学院着升为太子中庸座,成为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之一。 小人自古以来都不受待见,人人必之不及。 但是齐善红老师却说,遇到小人也是一种福气。 他们的阴险狡诈,明争暗斗会与你成长。 刺你铠甲让你更加清醒,把小人带来的伤痛。 当作一种警醒,就能避免踏入同样的弯路。 二对手是来精进你的。 司马懿的一生,先后遇到过两个强劲对手。 第一个是曹植党的杨修,多次想置司马懿于死地。 但杨修在被曹操下令问斩时,司马懿却主动向曹操请示,前去探望。 第二个对手是他一生的宿敌诸葛亮。 诸葛亮病死五丈元。 蜀军撤退后,司马懿赶到诸葛亮病逝的营照。 不怒不怨,以水带酒主动击败。 虽然你我为敌六载,但我却一直视你为之音。 孔明,让我遵你一生。 先生有人曾说过,让自己有一个寝室难安的强大对手, 犹如一头猛兽在我们身后追赶。 使我们不断进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些人身上,你能得到磨炼,获得提升。 太和五年,蜀军第四次北伐。 这也是司马懿第一次与诸葛亮正面交锋。 结果司马懿中了诸葛亮诱敌之计, 魏军大败,还折了大将张合。 从此以后,司马懿开始沿袭诸葛亮的兵法。 学习蜀军的英手布阵。 青龙二年,诸葛亮再出奇山。 在蜀中韬光养晦三年, 他早已规划好警军路线。 可到了渭水之南, 他看到司马懿布阵无邪可击, 魏军迎首固若金炮, 丝毫找不到破绽, 一下慌了身。 而后,任凭蜀军如何挑衅, 司马懿都保持着兼闭青野, 以守戴攻的战略。 好退了蜀军。 在和诸葛亮对抗的过程中, 司马懿慢慢由一位谋士 蜕变为一代谋略家。 一个人要想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有一个劲敌来精进自己。 所谓棋逢对手将欲良才。 对手式面镜子会让你的缺点暴露无疑。 如果你不想被打败, 就要不断强迫自己去弥补这些缺点。 弥补缺点的过程, 恰恰是一个人变优秀的过程。 巴顿将军说与强者为敌, 是让自己成功的有效捷径, 如果成功有捷径的话, 我们应该欢迎强大的对手, 让自己保持警觉。 精进自己, 不要顾不自封, 三仇敌, 是来成就你的。 中国人史刚坐着百扬层说, 如果没有曹爽, 就没有尽宣帝司马懿, 只有魏国太父司马懿。 警出三年, 为民帝曹瑞去世, 命司马懿和曹爽同为托估大臣。 曹爽得不善度, 不满司马懿与自己地位相等, 于是利用自己曹氏宗族的身份, 携党营私, 处处打压司马懿。 先是名声暗将, 夺取司马懿的兵权, 而后翻出魏武帝曹操三马石曹的典故, 将司马氏极其亲信调任虚职, 即便司马懿称病请辞, 曹爽还是整日派人到府上探听虚实, 弄得司马家人心惶惶, 面对曹爽的步步紧逼, 司马懿终于意识到, 除非自己掌握主动权, 不然连身家性命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而此时曹爽愈发飞扬跋扈, 专权乱政, 甚至淫乱后功, 于是司马懿便就暗中帮扶同了, 拉拢太后, 形成对抗曹爽的政治权子, 一边装病一边命儿子司马氏建立死士队伍, 也正因为曹爽不得忍心, 司马懿才得以成功发动高屏灵之变, 一举粉碎曹爽政权, 回归政坛, 凡是把你逼到无路可走的人, 必能让你再绝境出重生, 若不是曹爽步步紧逼, 司马懿也不会如此, 更不可能有后面那番成就, 泰戈尔曾说, 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练, 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 经一番彻骨之寒, 浩梅才能于风中盛放, 立一场断翅之痛, 苍蝇才能在天际翱翔, 那些让你咬牙切齿的人, 令你痛不欲生的事, 都会化为助你脱胎换骨的养分, 在伤害面前, 你要做的, 不是去怨, 不是去恨, 而是要把攻击当成对自我的激励, 哪怕已经饱受欺凌, 也当勇敢地向前迈进, 到最后, 那些杀不死你的, 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罗冠中评价司马懿为, 三国英雄士, 四朝经济臣, 司马懿一生历经, 曹魏四代君主, 面对的对手越多, 反而越强大, 从稚嫩而锋芒毕露, 到老辣而重见无风, 他像是人展现了强者的成长路径, 小人的嫉恨, 对手的打击, 仇人的迫害, 一连串的磨难如雨点般向他打来, 可司马懿却把他们当作命运的洗礼, 不断锤炼自身, 最终成为天下一人。